接受粉丝挑战第一天 保护小坚果挑战第三个 游戏目标合理操作 消灭敌人保护小坚果 今天咱们来挑战一下这一关啊 名字叫做保护小坚果 一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嗯 先让我来看看阵容 五个僵尸罐子 然后一个狼瓜桶 一个小坚果 狼瓜桶保护着小坚果 卡扫呢 一个模仿版魅火菇 给了我们一百滴阳光 这不刚刚好吗 正好就是一个模仿版魅火菇的价格 哎 也就是说 这一关需要我们用一个 模仿者魅火菇去战斥五个僵尸罐子 嗯 好的 这一关咱就直接一把给过了 老规矩 新开罐 从最后一个罐子打起 第一个就中了个大家伙 猴尹加哥特 我喜欢 这才有挑战性 第四个罐子是个投篮车僵尸 第三个罐子呢 是个啥呢 让猴尹加哥特给我砸 哎呀 是个高筋果僵尸 第二个罐子独爆僵尸 最后一个罐子 咱也不等猴尹过来砸了 直接锤掉 橄榄球僵尸 就你了 模仿版魅火菇中伤 这模仿版魅火菇不一般呀 吃掉后的橄榄球僵尸 体积瞬间震霸 就不知道战斗力如何了 帽子掉了 人也没了 不行不行 得换一种战术 第二次挑战 这次让独爆僵尸上 为给他吃磨粉版魅火菇 看看会怎样 好 直接开了第二个罐子的独爆僵尸 独爆僵尸请求出账 当独爆吃上磨粉版魅火菇那一刻 再把第一个罐子点垂了 让他们俩先比个高低 哟 这不独爆都没干碎 橄榄球僵尸就提前叽叽了 不会是人称外号的二爷王 战斗力就是不一般 非常严厉 第三个罐子 高精果僵尸 同样报纸也没干碎 就没了 最后两个罐子了 投篮车僵尸 简简单单的 最后一个猴尸 独爆僵尸 靠你了 给我使劲鸟 你是最棒的 我相信你 能够战胜猴尸 哎呀 大意了 猴尹加冠特尸 算你厉害 第三次挑战 两次不行 那就三次 这一次 我一定顶过了 相信我 说就说在这个猴尹加冠特尸这里 他血脸高 还会忍出小鬼僵尸 搞偷袭 怎么办呢 血蜂 对 将独爆僵尸的报纸弄碎 让他变得更加强了 这里注意了 咱们必须让橄榄球僵尸 和高精果僵尸一起去腾咬独爆僵尸 共同合作 这样才能将二爷的独爆干碎 接下来就是猴尹加冠特尔了 头师也注意一下 让猴尹加冠特尔 从到草坪中间 并且将他击杀 这样就不会扔出小鬼僵尸了 太棒了 哎 真是我这聪明的小老呆瓜 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打网 这感觉就是好 好 好